台北市長柯文哲在記者會上頭 講了這麼一句話 他講什麼 他說怎麼國家在幫忙散播 傳播假訊息嗎 好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現在在網絡上頭 確實有很多人跳出來講 說台北市呢 是不是沒有在匡列 沒有在好好的做疫調 才會導致最近從北農 到不管是虎林專案等等 好像有點疫情失控的味道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講話 讓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在質疑這件事情 而昨天呢 其實 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 也有人就直接問了指揮官陳時中 說台北市是不是真的 沒有在做疫調啊 陳時中的講法是說 嗯 確實台北市的疫調資料不多 好 這麼一句話呢 也讓大家認為說 是不是我們的阿中部長 講的比較含蓄一點 台北市真的沒在做疫調 好 但是呢 會讓柯文哲他決定要 正面回覆這個訊息 最主要是因為這一位他的前同事 台大的醫師施錦中 好 施錦中呢 他在臉書上頭發文 說最近啊 在北市做的這個虎林專案 是因為呢 在這個地方發現了 有蠻多的確診者的 所以呢 很擔心這邊會不會變成了 另一個疫情比較緊張的地方 開始在做篩檢 今天也持續在篩 而施錦中講他媽媽就坐在這附近 所以呢 他說是不是真的台北市 不疫調不匡列 才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結果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真的很難接受 畢竟我們的柯市長 不是本身也是醫學專家嗎 那柯文哲他就講了 說之前呢 在網絡上頭很多人這樣講的時候 他都沒有正面回應 他講說反正就讓他去講吧 可是他講 如果就連施錦中將的知識分子 都相信的話 那應該就是所謂的重口塑精 他必須要趕緊出來澄清 而蘇偉書醫師也說了 說呢 他認為這政府呢 本來就是有可能會胡搞瞎搞 所以他覺得 這個柯文哲真相早就應該說出來 把事實說明 不要讓假消息繼續傳播 雙方的認知到底有沒有一致 今天會有持續的相關追蹤了 環南市場全面停業三天 但有攤商被踢爆 一到市場外圍偷做生意 還自爆派代表隔離就好 讓明代氣炸 賺錢很重要 但全國人民的生命更重要 如果你是被通知隔離者 還出來做生意 更加不應該 這是一個傳聞 就是有派代表這樣的事情 那是絕對不允許的 環南市場群聚染疫 如今虎林街 永春市長也報31例確診 北市啟動虎林專案 強調是加護感染 非社區群聚 不過台大醫院醫師 實景中炮轟 虎林街到他母親住的地方 不到幾百公尺 替市府疫情爆發 不疫調不匡列 簡直荒腔走板 雖然事後實景中道歉 但柯文哲忍不住有感而發 千萬不要再說 我們台北市什麼 不疫調不匡列 不隔離 公布足跡 跟做疫調是兩回事 這種帶風向你知道 一開始不想理他 可是等到連施景中醫師 都會被影響的時候 我們不得不出來很慎重的回應 建立使力 柯文哲畫風一轉 還打了民進黨議長 矛頭指向執政者 和側翼的政治操作 有時候叫眾口授金 積非神勢 就是說那些名嘴 名代每天在那裡造謠 你知道嗎 過去有那個叫 政教合一你知道嗎 成何幾十你知道嗎 台灣社會是正媒合一 也讓我們開著眼界 你知道嗎 這樣做假信 講到最後 連知識分子都會相信 這才是可怕 北市火灵專案ING 面對外界隨時突襲 柯文哲一手擋病毒防疫 一手打側翼 沒再客氣 解鈴獻李宣 台北報導 好今天在線上 跟我們一起做政治討論的 是台北市議員李柏毅 柏毅早 他早 憲毅早 好我們想要問到 剛剛這個新聞報導了 因為其實在昨天呢 大家都在問 說是不是真的台北市 沒有做疫調 沒有匡列 原因是因為網絡上頭 其實如果你有加臉書的話 你會發現真的很多人 是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這個說法持續的在流傳 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 但是在昨天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非常正視這件事情 直接的回應是因為他看到了 施錦中也這麼說 施錦中醫師呢 也是他的前同事嘛 所以他就講 如果施錦中這樣講的話 他必須要正式來回應 但是同一時間也有人去問到了 我們的阿中部長 阿中部長是講的比較含蓄 他說疫調資料確實比較少 但這句話也讓大家 有一種聯想 說是不是真的就是台北市做的不夠 身為台北市議員 你的觀察到底是什麼 請這樣說 如果中央認為地方 台北市的疫調不夠不足 老實講我認為這個話太沉重了 要知道我們現在台北市所有相關同仁 不管是衛生局 還是市府的很多同仁 每天都非常的辛苦 尤其是我們 醫院的第一線的我們的醫療人員 都來加班努力 幫大家做採檢 幫大家做PCR檢驗 等等任何的工作 都是非常辛苦的 那中央卻會說 我們台北市的疫調不足 我認為 他們都很認真很努力了 也希望中央不要只會甩鍋 好像把責任 都推給地方 那這麼說好了 我們的執政黨 民進黨 他們的假新聞多不多 我認為蠻多的 陳時中之前在3加1的會議的時候 他不是一開始先推說 是他們的副指揮官去參加會議的 他本人沒有參加不了解情況 然後民進黨的 中部的辦公室執行長 卻說BNT疫苗是 對岸中國大陸來代工的 並不是德國 這不都是假新聞嗎 所以表示民進黨 他們自己本身提到的假新聞都很多 然後當出了事情完之後 就把責任推給地方 推給其他不相關的人 所以我認為 這是民黨一貫的做法 可是我要平心而論 台北市政府在最近的防疫 的確出現的問題 包括了大家都知道北農事件 環南市場 甚至到了我們的咏春市場 的確有一些在市場上 可能淋山的擴散的問題 這部分台北市政府真的好好注意 千萬不能夠讓疫情繼續延燒下去 但是終歸一句話 為什麼現在會有所謂的 大家對於疫情很緊張 就是因為疫苗不足 終歸一道有沒有想過真正 最原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沒有疫苗 所以大家搶著打 但是現在民眾 打得到嗎 實際上真的還是打不到 現在我們台北市 我們剛剛說全台灣 疫苗接種率大概多少 大概一成左右 但這一成指的是 每一個人只打了一劑 對於世界很多先進的國家而言 大概都打了將近五成左右了 所以台灣是遠遠的落後 世界各國的標準 所以這部分 中央必須要好好講清楚 必須要讓民眾能夠 確實的感受到中央的誠意 而不是只要甩鍋而已 因為對民眾的人是非常失望的 要知道現在民怨很多 大家都想趕快去打疫苗 包括了現在 大家講到了很多外送員 包括了很多 我們的國道的公車駕駛 甚至計程車的駕駛 他們到去接種疫苗了 我認為這是好事 可是中央有沒有只想清楚 整個疫苗的接種策略 剛剛我講了這麼多 駕駛都可以打到疫苗 但是最近我去介紹陳情了 台北市市區裡面的公車駕駛 無法去接種疫苗 因為沒有被龜裂在裡面 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嗎 難道物流的駕駛 計程車的駕駛 國道的駕駛 他們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市區卻不能夠接受 為什麼 難道他們比較安全 他們身體比較好嗎 或甚至是 我們發現到 現在對於很多工友市場 他們能夠的一些攤販 能夠去接種疫苗 但是政府卻把他們歸類為 第七類裡面要合法的攤商 可是要知道 全台北市合法的攤販 攤商大概在7000多攤 但是非法的攤販 大概卻高達將近3萬攤 而這些非法的攤販 幾乎原則上他們的分佈地點 都在合法的攤商之外 也就是說民眾在逛街的時候 來來往往 不管是合法 非法的 他們通通都會接觸到 甚至民眾根本不曉得 誰是合法 誰是非法 可是政府 卻依舊只在法律上規定了 合法的才能接種 非法的你無法做接種 這種事情做起來 老實說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 可是幫助不大 因為合法攤販是少數 而民眾真的接觸到了更多的 就是非法攤販 而且甚至民眾也不曉得 到底何時會接觸到非法 何時接觸到 那個合法攤販 所以對民眾而言 內心非常緊張 對於民眾而言 內心非常恐懼 所以到現在 我們真的只希望一點事情就是 中央不要繼續甩鍋 中央拿出態度來 儘快的將疫苗買到台灣來 不要再去卡鴻海 也不要再去卡海基電 甚至不要去卡我們的慈濟 讓越多的 疫苗進來 讓越多的民眾能夠施打 台灣才能夠找一步的回到正軌上 我相信這才是民眾的希望 下集中 暗示香港 小禮道 我豪雅 我豪雅 我是豪雅 我 tão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